为什么民国时期 明十三陵保存较好 而清朝帝陵清东陵却有半数被盗 明十三陵是明朝皇家领寝 埋葬着明朝十三位皇帝 以及数十位后妃 若论文物价值 明十三陵应该远超清东陵 本期就来聊聊 清东陵被盗始末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不妨点个赞 加个关注 清东陵位于河北尊化市西北部 马兰域的昌瑞山一带 距离北京市区大约125公里 顾名思义 就是埋葬着清朝皇帝后妃的陵器 与异县的清西陵相对应 清东陵总占地80平方公里 里面埋葬着五位皇帝 十五位皇后 136位嫔妃 三位阿哥两位公主 共计160亿人 是现存规模最大 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之一 自古以来 清东陵都被认为 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北有昌瑞山坐后靠 宛如锦平翠杖 南有金兴山坐潮 中有影碧山坐书案 东西两边 还有两条大河环绕 故似两条玉带 群山环抱的格局 摇阔坦荡 雍容不破 古事后 人们相信 祖先坟头好不好 直接决定了 家族后世是否能够安宁 给帝王选陵寝这事 可是各功复活 没有点真本事的风水大师 是不敢给帝王选陵寝 而清东陵 作为大清入关后的 第一块风水墓地 据说是14岁的顺治皇帝 亲自选丁 一次顺治皇帝带着群臣 来到马兰玉一带巡游 他举目似望 见到高山连绵 刚鸾起伏 犹如一条条天龙 乌笑长空 他不由赞叹说道 此山王气充沛 可谓镇寿公 然后纵马来到了一处向阳之地 取下了大拇指上的一个玉班纸 猛地向前一扔 然后对群臣说道 班纸所落的地方 就是镇陵墓的学位 清代笔记孝亭杂录中 就曾经评价顺治皇的 这次慧眼看风水 说道 虽命我被足遍海内求知 不可得此吉攘矣 意思就是 那些风水先生踏遍了四海 也未必能够找到这样的风水宝地 可是顺治地 当时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 怎么会如此懂风水呢 说到底还是明朝的崇祯帝 将清东陵这块宝地 让给了后来的大清朝 这片风水宝地 早在明崇祯年间 就已经被风水大师 同时也是明朝重臣刘孔昭选中国 刘孔昭是明朝 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后代 明崇祯十三年 皇帝命他在北京周围挑选万年吉地 有人可能会问 明朝不是用天寿山 也就是明十三陵作为皇家陵园吗 是这样没错 但到崇祯皇帝这里 明朝已经有十二位皇帝葬在明十三陵了 上好的风水宝地 都已经被祖先们抢光了 所以 崇祯帝在位十三年 都迟迟没有动手修建陵墓 刘孔昭踏遍了京畿地区的山山水水 最终选择了昌瑞山 也就是今天清东陵的所在地 上报给崇祯皇帝 崇祯帝看完奏折后大写 即可命人开宫准备建陵 不料 却被刘孔昭给拦了下 刘孔昭说道 陛下莫及 这是还得再等等 崇祯帝心想你还让我等 本来继位之初就应该办的事 现在都等了十三年了 你让我怎么能不着急 刘孔昭接着说了一句话 有吉地 无吉时 也就是说 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 还没有到开宫的吉时 那什么时候 才是开宫的吉时呢 刘孔昭说了四个字 遂在贾身 意思就是要等到贾身年 才能够开宫 崇祯帝算了一下 贾身年应该是崇祯十七年 可是历史的玄妙之处 就在于此 崇祯十七年大明王朝就灭亡了 就这样 崇祯帝冥冥之中 把江山以及这块风水宝地 都拱手让给了大清朝 顺治皇帝是清朝 入关后的第一位帝王 所以他会不会 是因为翻看了之前的大量文献 而得知了这块风水宝地 清东陵中所葬的五位清朝皇帝 分别是顺治 康熙 乾隆 咸丰和同志 慈禧作为咸丰帝的嫔妃 死后自然也是葬在清东陵之中 清朝灭亡后 到了民国时期 小军阀多如过江之计 其中一个带头的 名叫孙殿英 外号孙大马子的人 他干了一件轰动全世界的大事 以至于被后世所记住 军阀头子盗窃珍宝 借口冠冕堂皇 令人不耻 孙殿英出身贫寒 早年没有上过什么学 当过土匪头子 属于是江湖出身 所以自然也没有什么人脉关系 全靠着剑锋十多的本事 在大军阀之间得以存活 1928年 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部署于民国正规军的孙殿英部队 自然就成了舅舅不爱 姥姥不疼的那一类 经常被客扣军饷 就在孙殿英担心士兵划变 愁眉不展之际 他萌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到幕去 恰好孙殿英当时就在清东陵一带住房 1928年6月 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 把清东陵给团团围住 禁止外界进入 这样一来 清东陵就完全成为了孙殿英的囊中之物 孙殿英还为盗墓 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说一是为了筹集军饷 二是 因为满清人欺压了汉人数百年 他孙殿英家与满清有世仇 是要把清朝皇室 数百年来搜刮的民之民膏 重新归还于民 就这样 在孙殿英的指挥下 乾隆皇帝的御灵 和慈禧太后的定东陵遭到盗挖 后来事实证明 孙殿英盗取的无数珍宝 除了被他用来上下打点关系外 大多数都中宝私囊 流逝海外 有了孙殿英座先例 后面许多人 都对清朝皇帝的灵秦虎视眈眈 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 康熙的景陵 咸丰的定陵 同志的惠陵 光绪的崇陵 先后遭盗 由此造成的文物损失无法估量 所以说 清朝帝灵之所以被盗 和孙殿英支流所说的 报仇雪恨 那些扯淡的理由 没半毛钱关系 盗窃就是盗窃 还煽动人们苦肃的民族情绪 这种做法简直卑劣至极 当然 清东陵被盗 还有另一大原因 首先 清东陵所在的马兰域 地理位置非常偏僻 而明十三陵就在北京的近郊 孙殿英要是想在那里搞什么军事演习 恐怕还没开工 就已经穿帮了 此外 清东陵结构与明十三陵相比 更加简单 而且千篇一律 地宫全部是潜藏 没挖几下就到达目标 相比之下 明朝皇帝的地陵结构就复杂多了 不但木道口都设置得非常隐蔽 没有规律可循 而且地宫位置都很深 以万历皇帝的定陵为例 地宫深度达27米 上世纪50年代 国家级考古队进驻挖掘 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找到木道口 而且还是在意外情况下找到的 所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民国时代 有一座没人看守 又方便打开的巨大宝库 放在孙电英等人面前 不去到还等什么呢 这便是清东陵的被盗始末 最后喜欢本期视频的观众老爷们 别忘了点赞 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